今天來介紹一下這是我用很久的National PE387S 基本上它是一支應該是快要20年的閃光燈了 不過它很多設計在我現在用來 就算我現在有買了這一支SP600 但算起來還是覺得蠻多地方是現在還是會覺得非常好用的 像是說它的快扣這個部分 這是它的第一組開關 如果我們把它關閉的話 那你這邊就算是打開了 那它也是不會通電 那這是確保就是說 你的閃燈要確實的牢架在 不管是閃燈架還是相機上也好 那它才會有通電 那如果你是要待機模式的話 你就把它關掉就好了 那它一個很棒的地方就是說 它這邊直接把開關燈三段 它第一段是 第一段就是關閉 那第二段的話打開 第三段的話就是提示 當這個燈亮起來的時候 就代表它現在是電已經充飽了 可以觸發 那如果我們把它切掉第三段就可以聽到 這個BBB的聲音就代表說它跟你說它已經ready了 那如果說我們在一些場合不需要這個聲音就把它切掉 這很方便 然後再來就是 它的自動功能 實際上這支燈我用起來是覺得蠻準的 它在自動代表你直打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你只要設定它的ISO 還有你的光圈值 跟你的相機一樣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有曝光偏差的話很簡單 假如我現在相機是設ISO400公圈4.0 那我現在用自動模式打下去 然後發現稍微有點過曝 那很簡單的話就是你把ISO再調高一點點 因為你把 你告訴閃光燈它的ISO變高了 它就以為相機要吃更多的光 那它就會給予比較少的光給你 那你這樣的話反而就可以得到 比較不會那麼過曝的照片 那它也可以支援向上打 向上打也會有自動功能 不過它就不像你向前打的時候 會有顯示可用距離的部分 因為當你只要 你燈頭方向沒有在向前的時候 它就沒有辦法正確估算說 你的可用距離是多少 但是自動模式還是有功能 只是不太建議使用這樣 那當然它要左右轉也是可以的 而且它並沒有任何額外的Lock 它就是直接轉就可以了 其實使用上還蠻方便的 像SB600還有一個Lock鍵 有時候是覺得挺別扭的 那在它的手動模式的部分的話 也有5級可以調整 像是第一級就是Full Power 然後再來就是一路到1.16 雖然說不像現在比較新式的閃燈 可以有1.32分之1 甚至是更小的1.28分之1 不過基本上其實在這個處理來說的話 還是蠻好用的 像我們也可以看到在直打的時候 我們當我們切換 切換它的出力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的距離 距離的圖表等等改變 那這支燈它的 它在50mm的時候 ISO100它有38G NC算是蠻大的 那然後還有一個有趣的功能是 它的變焦 它也是有變焦 看我們這邊有一個28mm 它的變焦是只要直接拉出來就可以了 雖然說它可能是有一點 比較色 不過其實我覺得這很直覺 至少不用我們那邊按鍵 那邊按 你只要往上拉它就是完成變焦 那可以看它 燈頭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看它鏡子的反射就知道了 它總共有28、35、50 還有85四個焦段 基本上 在一般場合都是非常好用的 然後色紋也很準 這個就真的不得不說 它色紋蠻準的 我大概自己用 應該有用兩三年 燈頭也沒有發黃 不過因為我不是職業的 所以說在壽命上 就不太能夠 有什麼根據 但我可以知道的是 它的燈頭真的蠻大的 這個是SB600 然後這是PE387 兩個的差別 應該是很明顯可見 它原廠應該也是有類似螺光照 或是肥皂盒之類的配件 因為在我們這邊也有個開關 你把它按下去 你會發現它變成 20mm 它是有偵測功能的 不過我買的時候 就沒有這個配件了 所以就可能 要大家自己去尋找這樣 它基本上使用的是 4顆3號 也就是AACL的電池 用鎖青的充電都可以 回電也算蠻快的 在低出力 低出力的時候 回電算是很快 如果是全光 全光輸出的話 就稍微慢一點 但是如果配上你的電池 像我用的是 Eneloop的低脂肪的話 其實基本上它 就算在全光輸出 回電也是很快 你可以看到 大約是將近4秒左右 可能 之前 剛剛用的時候比較快一點 可能是現在 現在可能年紀有差 畢竟也是20多年的閃燈 不過我覺得在使用上的話 算是還蠻滿意的 對於一支手動燈來說 算是該有的都有 也沒有什麼好挑剔 我也可以挑剔的大概就是 沒有光觸發功能 或是角度是塑膠的這個部分 不過基本上像是光觸發的話 我們可以很簡單 用一個 用光觸發的頭 沒有多少錢 接上去再收腳架就可以了 真的很簡單 那謝謝你們收看